梵蒂冈电台训 高加索中座书里区的信友代表团 12月1日前来梵蒂冈见教宗 感谢他今年9月对该国进行的慕领访问 教宗问候代表团时表示 那是一次让他有许多回忆的访问 他在哥鲁吉亚人民中看到文化和精神价值 一个赞美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民 教宗提到他所敬佩的伊利亚二世宗主教 称他是天主的人 教宗也没有忘记大公运动 坚信大公行程将会继续前进